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無極限地帶》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Amina 今天雙A會跟大家聊天 我請到我的好朋友 Ashana Hello 大家好 我們兩個A今天分享一個 大家聽到都已經覺得很興奮的題目 就是旅行 今集的題目 我們的主題就叫做《旅行的意義》 事先聲明 因為我們可能太興奮 這個旅行的意義就會變成一個延續篇 所以我們不知道今天我們講到哪裡 Anyway 我相信大部份的人都喜歡旅行 是呀 我簡直是旅行和讀書 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但是我很想說這個 你邀請我來講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開心 但是我知道你剛剛去了一個旅行 是一個很特別的旅行 是呀 我自己剛剛去了蘇格蘭 去了半個月的時間 多久半個月 其實 這個我就叫它神聖之旅 但其實神聖之旅 都有很多個不同的名稱 因為有些人叫朝聖之旅 有些人叫深度旅遊 有些人叫國之旅遊 有些人叫國之旅遊 山川靈氣 有很多不同的能量 有很多不同的體驗 這個是很開心的旅行 是呀 我聽到都很羨慕 因為我雖然去過蘇格蘭很短的一個時間 但是蘇格蘭實在有很多的歷史 而且這個地方是真的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是呀 真的 因為其實我不是第一次去類似的旅程 但是這次來講 是給我一個全身不同的體驗 因為我轉了一個意識層面 轉了我的focus去 其實我發覺所有東西都是一個大轉變 所以這次的旅行是真的很開心 也都很滿足 就是去連繫到自己的內心的同事 和所有團友其實都很好玩 那基本上就完全沒有發生過 可能以前大家都說 我去旅行就不喜歡誰不喜歡誰 或者中間會有一些不開心的情況發生 但是因為我轉了一個方向去出發 那個focus 那其實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也是很不同 也都引伸了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講這個題目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喜歡去旅行 那大家去旅行 最基本就是想到要逃離香港 那其實 或者逃離工作 逃離工作 逃離身邊的所有事 那其實究竟 除了逃離 逃避 或者改變 休息 充電 relax之外 其實旅行有很多更深層的意義 而今天我就覺得 我要和Shana 大家一起主持這個節目 是令到大家多了不同的觀點和層面 令到你下一次的旅行 你一定可以 令會和感受和獲益更加多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旅行的意義 這個節目的目的 是的 是的 其實我認同你說的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旅行是 你帶著什麼的意識層面 你會有什麼的體驗 因為我比較喜歡一個人去背囊旅行 背囊到處走 途中我會經常遇到很多背囊客 就會覺得大家都會做足手 搜集功夫 就是這裡要小心些什麼 但他們心理上已經遇到我 一定會遇到這些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發生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遇到這些情況 但是我也多謝有不同的人的提點 我會學習 我要想一下 我會遇到很好的人 我會遇到很好的事 我會有很好的體驗 而很多時候因為我有這樣的意識 我也會有類似這樣的經驗 是的 其實就是為什麼我剛才分享過 大概這樣說 為什麼今次我這個神聖之旅很不同呢 是因為我轉了一個focus 那個focus是說我不會期望 我這個trip可以為我帶來什麼 基本上 我只是全心去投入這個旅程 去享受每一刻 也都我沒有擔心過我的團友 因為我不會認識那麼多個團友 基本上其實沒有 只有一兩個我是認識的 除了我的老師之外 其實有二十幾個不同各地的 世界各地的人 但是我不會期望他們有多麼麻煩 反過來我會抱著一個目的 就是我會享受跟每個人的互動 跟這個當地山川靈氣的交流 這件事也是我今次轉了focus的目的 而且我完全沒有去計劃 或計劃過搜尋了蘇格蘭任何的資料 基本上 這麼像我的 是的 我就是帶著一個空殼 就上路去旅行 我只知道一定會開心 一定會有一個新的體驗 所以最後帶出來的預期 就比我任何一個旅行都是豐富的 所以其實是因為我們的目的改變了 即我們的focus轉了 其實所有東西都會不同 因為其實之前吸引靈法則 或者其他不同的雜數 其實我們一直帶來的主題都很統一的 其實只要你的心念是甚麼呢 你就會吸引甚麼事的外在環境 在我們身上 是的 我會覺得神聖這個體會 不是單單說你去到一個很古老 很特別的一個神寺 或者一個地方 其實如果你對待那個旅程 本身已經是用一個很神聖的角度去看 即是你覺得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體驗 一個緣分 然後裏面有一些機緣 可以令到你更加改進 進步 開心 總之那樣東西裏面是有些元素 是令你更加增長的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可能你裏面遇到的每一個人 都可能是教會你的東西 每一個經驗都可能令到你去反思了一些東西 學習到一些東西 觀察到一些東西 甚至一些難關 可能令到你發現 原來自己有多一些內在能力 還有原來可能一些恐懼擔心 未必是需要給那麼多的力量 是的 這個會是一個對自己的一個禮物 我覺得是 這個旅行 絕對是給自己的一個禮物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想跳出去逃離 本土 即是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 其實能量上 我有一點解釋 可能大家都會有個認知 希望更加明白到旅行第一層意義 其實我們作為香港人 或者我們身於師 掌於師 其實我們都是連結了香港這個能量地帶 這個農脈 即是本土人 基本上就是我們有本土的設定 本土的能量 每天上班或者上學都有一個規劃 當我們選擇去旅行 跳出了這個地域上面的能量區域 我們稱它為集體意識 其實跳出了這一區的集體意識 去到另一個國家 其實你是去了另外一個集體意識 就是作為一個探訪 即是說能量上 其實我們都是給自己做一個reset 做一個停一停 想一想 可能就會在這個新的領域裏面 你自然 因為第一 你的能量和那邊 其實完全不是很熟 大家都不是很熟 通常一些新事物的發現 或者一些轉變 其實都是在一些不太熟 很山寶的情況 其實會發生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都會覺得去旅行 很棒很舒服 就算你不用帶我去哪裡 你帶我離開香港就可以了 其實背後是有這個原因的 是的 我都會覺得 逃離 你也可以用另一個看法 就是一個抽離 你選擇性地給自己一個空間 一個調節 以及去發現一些新的觀點與角度 即使我還沒開始熱衷去旅行的時候 我都有一些體驗 就是以前在香港土生土長做事 就會覺得原來是超時工作 連續加班是一個正常的生活模式 但當我有機會離開香港去別處 生活了一個很短的時間 那時候我發現原來不一定是這樣 即是在不同的環境意識形態下 集體意識形態下 原來大家對生活的那個追求模式是有些不一樣 那時候就給了我一個體驗 原來我可以選擇去改變一個生活的模式 如果這個生活模式 不可以令到我覺得開心 那我怎樣可以做一些事情令它改變呢 有什麼經驗可以改變到我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 剛才我們分享過 那譬如你說我 即最近我講回今次去蘇格蘭的體驗 就是第一就是我沒有擔心這個旅行 第二就是我相信這個旅行每天都會這麼開心 即這個我設定了兩個很重要的目的下去 那當我跟宇宙說我要開心 和享受這段旅程的話 那自自然然我就處於 我會慢慢將自己調控到這個情緒狀態 那當我調控到這個情緒狀態的話 那其實所有周圍的實相 所有東西其實都會根據我的focus去轉變 那又記住了 一個人的力量是沒有一群人的力量那麼大 那你想想我一團24個人 連同老師、organizer、local guy 那其實都二十幾三十個人 如果我們三十個人裏面都focus著這個focus在我們的tour 那你又試問我們的團又怎會不開心 這個真是一個很好的反思 是嗎 是的 因為有時候就是一個人的改變 已經造就了很多周圍的人的改變 如果你一群人都願意去做一個改變 其實你可以貢獻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你問我是不是瘋的 我真的瘋的 我每天都在團裡都笑的 是瘋了 即是毛利哈加都笑了一頓 但總之是很high 不知為何 但我看你拍的時候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而是反過來 很搞笑的 其實我們發現 我們真的可以改變實相 例如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天其實我們要去走一個山 很矮的山 半個小時 但其實蘇格蘭也知道 其實十分鐘會下一次雨 之後會好天 然後十分鐘之後又再下雨 其實蘇格蘭的天氣就是這樣 那怎麼辦呢 因為一下雨就上不到山 而那個山其實有一個泉水 就是永生之泉 那個是一個聖地 我都拿了一些泉水回來 嘩 我們真的很想上那個山 我的樽水有門 下次給你 那怎麼辦呢 剛剛那天早上 先生就得到另外一個大領 就知道收到一個訊息 其實我們可以改變天氣 其實很有趣 怎麼知道改變天氣 就是古代一直用這個方法 其實它是每一個方位 其實是代表一種element 即是風火水土 一個元素 譬如說我們想帶一些陽光 去我們的當地 即刻 我們只是站在一起 即刻大家做一個intention 設定了一個intention 就是說我們向東方借一個火回來 火就是太陽 就借一個火回來 完成這個儀式 這個儀式其實只有幾分鐘 我們只是面向東方 大家是希望那個火 向我們這邊過來 在五分鐘之後 五分鐘 真的沒有說謊 那天開始放晴 停雨 那天還是下雨 停雨 然後放晴 整天都是這麼好天 這個真是很有用的提示 是的 東方就是代表火 西方就是代表水 譬如說你可能要下雨 你倒轉向西方 去請這個雨 或者雨逗大地 大地媽媽 其實大家很簡單 地球媽媽 麻煩你把水送過來 又倒轉一個方法 那 thereafter之後 我們整天都看到彩虹 基本上一天都見到兩三次彩虹 我看你照片裡 Alzheimer 你的彩虹特別棒 而且是雙倍 特別低 彩虹 在陽光 很多時或比一到天 我們那個彩虹 但我們的彩虹 它是貼著這個 其實上一集 養生命流動的Cover的彩虹 就是我拍的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那個彩虹就是完全是貼海的一個彩虹 是很驚訝的 我老公就說我在亂騙 他說其實彩虹什麼時候都會出現 但是時間盛長 我會覺得是 這個我絕對同意 因為我也有類似這樣的經驗 你的經驗是什麼 我還沒說去旅行 我很早很早 或者還沒接觸這個靈性修煉的過程之前 我有個朋友在英國結婚 他那時候是擺露天儀式的 有些酒會 但是那時候天理報告就是 那一區這個星期都會下大雨 他當然是很不開心 很擔心 我又去不了他參加他的婚禮 我覺得我唯一可以做 就是在心裡跟他做個祈禱 其實我是沒有宗教信仰的 所以我是不知道怎樣祈禱 沒有一個特別的方法 只不過我是發自內心去祝福他那一天 他那個天氣會很好 我想像他天氣很好 他們很開心 然後他後來婚禮過了 他就跟我聯絡 他就說 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天 都下雨是我們那裡不下雨 我們都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很有趣 我們那個區 我們在室內未出發之前 那邊我們是下雨的 但是當我們開始出發 我們那個區是好天的 你看到雨雲 其實在離遠另一邊 其實是下雨的 所以其實 終於知道 我們去了一個神聖的小島 叫做Iona Iona其實是一個很古老的小島 而裏面有很多農物 都在那裡聚集的 那裡是一個很小 但是一個很神聖的小島 當我們離開Iona的時候 其實在船程那裡 其實是看到那條這麼漂亮的彩虹 它是很久的 那條彩虹是有半個小時 還是一個小時 仍然都是在那裡 你會覺得 這麼厲害 其實就是上天 或者不同的導師 神聖導師 去給我們一個肯定 很開心的 這個肯定其實不只是給我們這團人 而今天這個大氣電波裏面 我們再和你分享 其實是給所有人 所有人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有能力去改變 你們自己的人生 還有我們的每一個體驗 即使這個體驗 當時不是一個那麼理想 或者那麼開心的體驗 我們都可以做一些事情去做 即使現在我們有些貼士 我們知道原來我們可以透過運用不同的元素 去盡一分能力去改變天氣 或者好像用這個祝福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 亦都可以做一個改變 即現在我們最近都聽到很多天氣的問題 很多的地方都很地震 那樣東西 其實你都可以 做不做到 改不改變到都不重要 但是如果你願意是用心去做一些事情 去祝福他們 其實你可能真的幫忙做到一個改變 是的 但是你說是否要一時三刻 轉頭馬上改變呢 好像我們那麼快呢 其實看回情況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元素就是 你沒有一個 你沒有一個 希望它怎樣怎樣 什麼時候發生 是的 我們只是拿個願 至於這個願 它什麼時候會實行呢 當然上天會覺得 最適合的時間它會出現 是的 我都會發現有時候 當你很希望那件事發生 你越希望 越希望 越希望 你越是它干預 它什麼時候發生 怎樣發生 你令那件事是越難發生 是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 這個小小的一個提示 告訴大家 但是剛才 Sharva私下跟我分享過 旅行呢 旅行呢 除了是我們自己人喜歡之外 當然啦 我們都有一個 其實都是一個祝福 來的 絕對是 我很多時候透過旅行這個過程 你知道很多時候 可能坐飛機又坐很多個小時 坐車又坐 特別我是一些很便宜的 一個人揹著它 鬥好遠路 我經常都要在交通上面 這樣呢 在交通上面 很多時候你好像沒有什麼做 但是其實這個時間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經常就會在心裡做祈禱 我去祝福我經過的每一個地方 都得到他上天給到他需要的療癒 愛 光 希望那裡的人民開心 土地肥沃 總之用你的方法去祝福那個地方 但是當你在祝福人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很開心 是的 而且你的心很安穩 那也都相對令到你那一程 我又覺得是令到我那一程更加有很多豐富的經驗 就是安穩 其實都是這樣說 我們放些什麼出去的東西 其實就是回歸給我們自己 如果你是祝福當地的所有風土人情 所有事物 其實真的都會給一個安穩 給一個祝福自己 還有那些時間不會浪費 有時候你會覺得 塞車那麼久好像很浪費 其實都不是的 只是你轉一個角度去看 你怎樣利用那個機會 或者簡單一點 你說我哪有記得祝福 有時候都未必有這麼大的認知 或者意識 那不用了 很簡單 更加簡單就是 你去欣賞當地的風土人情環境 這個也是 這個欣賞是真的很好 是的 欣賞是代表說 欣賞是說 這裏的花很漂亮 這裏的山川河流很漂亮 真是很漂亮 其實你也是另一個方式 去感謝當地帶給你的風性 還有在能量角度 當你欣賞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在調升能量的頻率 你已經在引入一些高頻的開心元素 另外就是 當你欣賞一件事 你一定會看到一些好的東西 看到一些漂亮的東西 是的 因為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反射 都是我們的一面鏡子 當你選擇去欣賞身邊周圍美好的事物 其實你同時間是欣賞自己 也是能量所以有所提升 也會改變了我們之後 一路的路向路徑 或者說這些就是體驗 或者就是遊魂行的必備要做的能量準備 是的有時候都會幫你帶離開一些險境 我記得我曾經在雪山被困 這樣就四野無人 雪山被困 好 但我們現在被人趕 我們要第一次到法院講完 我們第二節回來看看 如何雪山被困 待會回來再講講 好